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晚编辑视频编辑挺晚的 也没做功课 所以今天出来以后 不知道该怎么去 还以为坐公交去呢 结果一看有直通车 结果来晚了嘛 最后一班了 银川市 我一共待了好几天 首先我来到的是西夏王陵 去警车的大巴车 都在银川火车站附近 和心悦广场这两个发车点 好 我现在来到的是西夏王陵 这是博物馆 那边好像是入口吧 门票挺贵的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因为必打卡之处 而且对你了解这一段历史 非常有帮助 我想离这些旅游团远一点 等他们先走了 我再过去 你看西夏这个王朝 是一个很神秘的王朝 经历了一百九十年 有十任皇帝 突然间就被元朝给灭掉了 之后的一些文字啊 文化 历史啊 这段东西全部都没了 就留下一点 那个支离破碎的文字 当然它的文字非常的好看 现在随着AI技术发展嘛 这些文字逐渐的被解开 等那帮游客都走了以后 我看看他们走了没有 没人了现在 那我就可以往前走了 景区比较贵 如果你只是去看 这个景区和博物馆的话 是88块钱 如果你在家3D 4D电影 或者一些演出那些 那就更贵了 好几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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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黑啊 这个西夏这个王朝是党项族 原来是少数民族羌族的一个分支吧 真爱生命远离大妈 他们都坐电梯去了 我还是走上去吧 马上就看到比较壮观的景象 3 2 1 这个党项羌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 东林辽霍金 西林回湖 南林北宋和吐蕃 在夹缝中存在了将近200年 可见其强大的国力 但就是一个拥有了 十代皇帝的封建王朝 却几乎被所有人遗忘 现今没有正史记载 他们独特的西夏文 也没有几个人能看得懂 哇 你看这儿都有三个文字 西夏文 汉文和英文 他的历史似乎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如今只有少部分小说和影视作品中提及 这个王朝到底为何在历史中被抹去的无影无踪 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 而留给我们的就是这几个在荷兰山脚下 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帝王陵园 这个就是三号陵 三号陵就是西夏国的开国皇帝李元昊的一个陵墓 就在这个地方 他们选的这个陵墓的风水也特别好 后边就是荷兰山 荷兰山可以阻挡住西伯利亚的寒冷 如果没有这座山的话 可能这边就得冬天零下四五十度 对面有黄河 是背山面对着水 所以是一个风水宝地 选择这个地方建立陵墓 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嘛 中国不就讲究这个风水嘛 这个地方的风水特别好 这些都是台湾的贵宾 李元昊是开国皇帝 他的这座陵墓是最大的 这座陵墓的复原图其实是这个样子的佛塔 那究竟是为何现在只剩下土坡 墓穴早已经被倒空 一点塔的痕迹都没有留下来呢 究竟是谁干的 说法不一 有的人说是蒙古人糟蹋的 也有人说是明朝军队干的 关于这样的猜测就不展开 关于西夏亡灵的谜团 还不止这些 比如为何这里从来不长草 不落鸟 比如不要和陵墓合影 可是我已经做了 况且这陵墓里边已经没有人了 怕什么呢 为什么这英文都要粗味呢 你看看 这啥呀 这个 一点也不专业 就是李元昊建立了西夏国 他在建立的过程当中 杀戮了无数的人 他在执政以后又贪恋美色 他贪恋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连他的儿媳妇 据说都要据为己有 然后就让他的儿子非常地生气 发动了宫廷政变 把他的鼻子砍下来 最后残忍地杀害继位 我觉得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问题 而是他到了这个位置 权力没有受到任何的约束的情况下 他的人性的恶就会发展出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会发生 各种各样的这种类似的宫廷政变 还有很多的人 就是在那个执政的位置上 都会贪恋美色 抵挡不住这个金钱和情色的诱惑吧 这是李元昊的耗子 太遗憾了 不能租车绕着这个1号点2号领寄 其他的陪葬名转一圈吧 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我还没有参观西夏博物馆 所以下次吧 有机会再去吧 其实骑车骑一圈要十几公里 车程要大约一个多小时吧 再加上我拍照 怎么也得一个半小时吧 来不及了 所以挺遗憾的 摆了一个饼干 吃了一点八块钱 这是哪儿的人呢 南京呢 上海 吵死了 又开始碰面这些 面对山 这几个人说话 四五个人说话 好点话 跟他们一个排队说一说 最后我去了西夏博物馆 由于下午2点就是末班车了 我并没有完全看完 感受是必须要有个导游给你讲解 建议不要像我这样 应该先参观这个博物馆 这样更有助于了解 西夏王宁的文化和背景知识 苏个人 都有过来的 你只能在乎 我看你 你只能在乎 我看你去镇北铺 那个车在哪坐 车在这儿 这地方好荒凉 你看 人还不少 今天是周末突然想起了 銀票原價80 我拿的優惠75塊錢 說起鎮貝鋪西部影視城 也許知道的人寥寥無幾 但是說起這裡 曾經拍攝過的影視作品 恐怕就是家喻戶曉了 最出名的有 《紅高粱大化西遊》 《新羅門客棧 木馬人》 等等120多部影視劇 好帥 熱死了 然後這邊 鎮北堡 這邊就是京城 那邊是明城這邊 然後這邊有一個商業老街 就這樣 那我先逛哪個呢 先逛明城呢 這個好有意思 影視城我以前去過 那個河北的卓州影視城 那是中央電視台建的 當時 嗯 去了以後 這樣我感覺特別失望 花40塊錢 裡邊什麼都是破破爛爛的 就是你看到電影裡邊 拍的一些東西 都是經過電腦特技處理過的 那個宮殿上的瓦 全部都是用布貼的 而且特別的髒 所以我覺得去了以後不值得 對 當時卓州影視城裡 正在拍《米約傳》 那個 我們還不認識那個米字呢 念什麼都不值得 我知道 挺有意思的一段經歷 現在那個影視城已經關閉了 這裡的景緻 和桌州影視城的人造景觀 完全不同 這裡的原址是 明清時代的邊防城堡 所以那種奇特 雄魂 蒼涼 悲壯 殘舊 衰而不敗的古堡形象 讓你感覺到 那是原汁原味的蒼涼感 黃土味 而不是像其他影視城那樣的假 也難怪這裡拍攝的影視劇之多 升起的明星之多 獲得國際國內影視大獎之多 堪稱中國一決 這裡也吸引著 眾多大排明星到訪拍攝 四菱主演周杰倫 林志玲在這裡拍攝現場 這個是什麼 屁股 這個 好了 下面我帶您去看一些 令人眼熟的拍攝現場吧 這也是紅糕粱的主場景 這個是搭化西遊的地方 然後那邊是龍門客棧 一直在放那個對白 你聽聽 好多人在這兒照相 知道是為什麼吧 好多人在慣了 好多人在這裡拍攝 我看一下 語力 好多人在這裡拍攝 乳 結果 我喜歡 剛才我喜歡 黃河窯的拍攝地點 重要場景 觀眾刀客拍攝現場城門 藥宇月光 河窯的藥宇月光 河窯祖明 他不在乎 以為他會藏在乎 他不在乎 留在乎 他不在乎 準備好 這八十 這什麼 這種是一樣的 這是道具 是不是這點的 對 很累的 這是 我不要 这肖像捡了多少钱 80 你没法捡了 我给你送 都送了 那你这个卖多少钱 那个三个一百块钱 一个四十 三个一百四十 还三个三个的时候 我才不捡呢 赶紧走 我要走了 这真是太烦了 然后再是抄抄抄的 这刚打麻穿的还挺花生的 然后就是穿着什么大红大绿的 一会儿他们过来拍照的时候 还得把你给轰走 走走走小伙子你让开一点 就这样 这谁落在这儿这个了 特别烦人 这个就是我不喜欢 就是说有这些大爷大妈在的地方 特别多 他们合影留念的时候 简直就是灾难 你们有没有这个同感 话还没有说完 大妈们又来了 我不得不走开 回去的路上 也同样遇到了大嗓门的大爷大妈 他们的分贝阵笼发聩 搞得我脑仁直疼 我实在忍受不了 冲他们大吼了几句 没想到他们还挺有理 几个人一起对我吼起来 你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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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了吗 你咋了吗 你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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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还有不少的网友问我 就说你是如何在国内上到YouTube和谷歌的 教教我吧 有没有什么好的VPN 能不能教一教我如何去使用 我呢 其实在这里呢 就想集中的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VPN如果我要是教大家的话呢 就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成本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网上搜一下吧 自己去学会这个最起码的技术 而且去多下载几个或者多去学一些额外的技术吧 就是以备不时之需 其实我也不太会教别人 我的那些翻墙的技术啊 科学上网的一些本领都是在网上 像油管或者其他的百度上面都可以搜得到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对自己稍微用点心 能够就是多学一点东西吧 其实也花不了多长时间 只要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照着教程手把手教你的那种教程去学习的话 应该就很容易就学会 就是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再有关于VPN的问题呢 就不要问我了 怎么又像雇员博物馆一样 这个建筑还是不错的 中规中矩 这个有意思 这个是唐代的一个陪葬用品 这个东西是放在坟墓里边的 然后上面一个小眼 是让灵魂从这里可以进出 现在来到的是西夏文的这个翻译 你看啊百家姓里边 我的这个名字啊 我的姓高 怎么写啊 这个真难看 西夏文同样是方块字 但它的特点是横多数少 撇多纳少 这样看似天书的文字 被破译还要感谢俄罗斯的专家 这是唐代的男女木涌 在当时那个朝代能够雕刻得如此精细 真的是赞叹不绝啊 你看这是彩绘的木雕图涌 我呢现在在这个博物馆的二层 这个博物馆一共有三层 参观的人非常的稀少 可能是由于 本身现在也没有多少人 来到宁夏 来到银川的缘故吧 而且它这个导览 我觉得做得挺不好的 就是我不知道 应该是按照什么顺序去参观 对吧 嗯 这里就是我一个人的主场 这就是宁夏的全途嘛 然后北边是挨着内蒙古 南边是甘肃 然后我是从南开始旅行的吧 从这雇原市 然后一路北上 走走走走走 穿过童心县走到了中卫 看了沙坡头 然后那个再沿着黄河 这上面就是黄河 走到了穿过吴中 然后到了现在是银川的这个地方 然后我呢还即将再往上走 走到石醉山 然后再往北走 有几间不得不提的宝物 其中一个是彩绘泥塑罗汉头像 眼下的两行类痕形成的原因 至今尚目明确 有人说是他看到了西夏国的灭亡 而流下了眼泪 还有一件正馆之宝 是妙音鸟嘉林平家 它相传是喜马拉雅山中的一种神鸟 唯有西夏王朝 会把这种神鸟的形象 用于亡灵建筑之上 寓意皇帝已回到了有嘉林平家 陪伴的西方净土之中 最后就是宁夏博物馆中的国宝集 正馆之宝流金铜牛了 它从铸造工艺上表现了 当时西夏青铜制造的高超水平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 考古专家们进入了21米深的西夏亡灵 发现文物早已被盗墓者洗劫一空 借此情景 所有的人都傲丧不已 一名男青年已是兴起 狠狠地踹了一下脚体 早已腐朽的木门 猛然间 两只金灿灿的牛角尖 展露出来 就成为摆在这里为数不多的西式珍宝了 来 镇馆之宝 前面合个影 我现在来到了这个淮远市场 也就是这边最大的一个夜市 旁边是宁夏大学 我就不逛了 我就想见识一下 这个最大的夜市到底是规模有多大 淮远夜市 因地处银川西夏区还远路而得名 也因依托了宁夏大学等知名高等学府 吸引了年轻人聚餐购物而繁华出名 这个辣条和烤面筋都排队 我不知道 这个夜市的前身是银川棉方厂门前的路边摊 近二三十年摊位越摆越多 也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好 好 尝尝这个好不好吃这个小土豆 那这边呢 一般呀 我把这个我在影视城捡到的一个 估计是大话西游的一个道具给拿回来了 带着它 多好玩 多可爱 然后我想总结一下我在银川之行的几个感受吧 方便以后来的朋友能够做一个参考 第一个就是我感觉银川和北京其实很像 比如说马路建的很宽 然后隔离堆都一样 你看还有一个山寨的天安门 那个南勋门 对吧 而且这个城市铺开的范围很大 我没有想到说在宁夏这个首府 会是这么大 就是我从冬头走到那个西边的一个夜市 花了那么长的时间 而且也有BRT 在很多的城市是没有的 还有就是感觉饮食方面也是丰富多彩的 就是银川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首府 它就只有清真食品 或者清真寺很多 那么就熟着你就吃不到汉餐 不是这样的 是各种各样的小吃都有 然后呢 特别的符合我的口味吧 我呢 是半个吃货吧 再说回民 其实在银川 在宁夏银川不算是回民比例比较多的 像雇园和吴中是回民比比比较多的地方 但是也要注意人家的风俗习惯 路上的监控探头比北京要多很多 我估计在就是人类识别方面 这个城市走在全国的先列 我不做善意或者恶意的猜测 我不说这种就是路上都是探头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呢 无所谓 对吧 只要我们不干什么太过出格的事吧 好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匆匆过客 在银川待了几天以后的一个总结 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频道 我今天就把银川的所有内容呈现给你们了 是好是坏等待后人去评价吧 那记得订阅我就行 你最棒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要走了 好 谢谢 谢谢 你这不没有 就是录一下 这不就是主要拍什么洪高粱 冬邪西毒 黄河窑 什么那个 还有什么 不别不别 别不别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